国民党主席朱立伦南下屏东 参加新春团拜活动 现场气氛热闹 但同时也传出 曾任屏东县党部代理主委 前书记长林玉仙 跳槽到民众党 接任民众党屏东县党部主委 他被问到相关问题 难掩尴尬情绪 同桌方案 有五万多名的党员入党 跟加入国民党 最近有非常多的公职人员 都回到国民党员加入国民党 我们相信大家会更有信心 对继承七年频频出走 这已经不是蓝白河变成蓝头白 朱立伦没有正面回应 对新推出的同桌方案很有信心 相信更多年轻人跟公务员 会回到国民党 而主角林玉仙 这一天人并不在屏东 但他表示因为民众党 给年轻人机会 他才做下这个决定 等不及党内青年加权林玉仙 率先公布转投民众党 民众党的屏东基层 也在脸书上帮林玉仙喊话加油 看得出彼此交情不错 而大选在即 就在此时地方基层跳槽 不只投下震撼带 让国民党人才吃紧的问题 更是雪上加霜 三讯人朱俊杰 古福仙屏东报道